我们接着上课 我们把这个案例讲完 我刚才讲到说在白蚁丘的这个案例当中 我们其实很难设想这样 每一个蚂蚁 每一个参与建造白蚁丘的蚂蚁 它能够有一种全居性的目的是吧 就是我要建造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它对全居性有一个把握 事实上科学医学通过研究发现 其实每个白蚁他们做的事情都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当二氧化碳 当这个乙学里中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的时候 白蚁就更大的概率掀起这个土朗颗粒 当二氧化碳浓度较低的时候 白蚁就更大的概率将这个土朗颗粒粘在这个土丘上 它通过分泌自己的一些唾液把它粘到这个土丘上 其实每一个白蚁它干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要不然就是我把这个土粒给雕起来 要不然就是把它粘回去 每个白蚁都是这样 而且他们做的事情都是受到二氧化碳浓度的调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认为 其实整个这个循环系统 这个白蚁丘再加上蚁丘里面的这个空气 再加上这些白蚁 他们三个共同形成了某种 你可以说是某种稳态的调节系统 当这个蚂蚁它通过自己叼起一个土粒 或者是粘上一个土粒这种简单动作的时候 它就会对这样的一个白蚁丘发生的形状上 发生一种微妙的改变 当然如果是多个蚂蚁同时进行的话 它这个形变就是比较大的 不是那么那么微妙了 那么这个蚁丘的形状的改变 就会导致它在这种通风的情况下 它的通风性能发生改变 就当外面的空气 比如说一个风吹过这样的一个土丘的顶端的时候 那个上端那个空气是怎么流入下面的 它的流入的速度和量都会发生改变 那么这个改变会进一步改变 这个乙穴当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那么当二氧化碳的浓度发生改变之后 蚂蚁又会进一步的调节蚂蚁 它的行为 我刚才讲了 如果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提 改变它叼起这个土朗颗粒 以及粘住土朗颗粒的这个行为 那么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一个一整套的反馈机制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作者想要论证的是说 你不需要去设想说 这个白蚁有多么的聪明 或者是它真的有一种目的性 它可能 你把它理解成 它就像是一个恒温剂那种感觉一样 是吧 它接受到一个信号 然后做出了一个行为 这个行为会带来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又会反馈给它的这个信号 信号感受器 然后它再接着去调解自己的行动 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馈机制而已 没有什么神奇的东西 所以说 这三者形成了一个调解系统 使得乙穴中的温度 湿度 二氧气和二氧化的浓度 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那么我刚才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大肠杆菌它的趋化性 第二个是白蚁通过构建白蚁丘 然后来调控自己乙穴内部的各种指标 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统称它们为生态位建构 Niche Construction 什么叫做生态位呢 生态位就是 跟生物的生存 还有它的这个繁衍 相关的一些环境要素 合在一起 我们统称为你的生态位 那么不同的生物 它所需要的生态位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一些鸟类 它是生活在 它是海鸟生活在海边 那它的生态位 肯定就是跟沿海那块有关的 那么有些鸟类 它生活在树上 那它的生态位就跟树 那个那个丛林里面的某些环境因素相关 所以每种生物 它有适合自己的生态位 传统的这个 自然选择理论是吧 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 就是生物完全都是被动的 就是生物它 像是一个筛子里面 被筛的那些颗粒一样 它啥也不能干 它只是被动的被筛选 这个环境完全决定了 百分之百的决定了 哪些生物可以更好的生存下来 并且繁殖后代 哪些生物要被淘汰掉 这是我们传统的就是 把生物体当作一个完全被动的 被选择 被自然所去筛选的那样的一种 一种印象 但是近代的这种 现代的这种生物学的研究发现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几乎所有的生物 它都可以自己作为一个主体 去构建自己的周围的环境 构建自己的生态位 那么这种构建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当你构建了自己的生态位的时候 你所面临的生存压力 自然选择的压力也随时改变了 或者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 你是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的 就是你不是永远被动的 被这个环境所选择 而是你可以通过改变这个环境 来进而改变自然选择的压力 让自己的命运发生改变 让自己的选择命运发生改变 所以当一个生物主动的改变 其环境的一个或多个因素 从而改变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生态位建构就发生了 那么生态位建构它有多种多样的方式 其中一种是说 我通过改变自己的位置 或者是自己的活动的时间 来改变自己与环境的关系 刚才我说的那个大肠杆菌 通过自己的边毛运动的例子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通过改变自己的位置 来改变自己和环境的关系 这个环境 这个培养业 它并没有被你改变 而是你在培养业中的位置发生了改变 你的位置发生了改变 你面临的那个环境也发生了改变 你所面临的生存压力 自然选择压力也发生了改变 所以这个时候 这是一种所谓的生态位建构 另外你有的时候 甚至可以改变自己活动的时间 是吧 有的动物它选择 咒服夜出 白天藏起来 晚上才出来 这算不算生态位建构呢 这也算生态位建构 因为你通过改变自己的活动时间 你让自己暴露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之下 如果你白天出来 可能外面又晒又干的是吧 你晚上出来的话 你面临的环境就是又凉快 对吧 又可能晚上比较湿润之类的 同样的 你并没有这个物质 通过物质性的改变周围的环境 来改变你的生态 改变你的生态位 你只是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活动时间而已 那当然 还有更典型的 就是我们日常 更常见的 或者是更加符合我们直觉的这种生态位建构 就是直接改变外部环境 像这个白蚁是吧 白蚁通过搬运这个土朗颗粒来构建这样的一个白蚁丘 这就是直接改变了自己 物质性的改变了自己的周围的这个环境的构成 那么其他的例子包括蜘蛛织网 蜘蛛织网 它通过编织这个网 也实际上是改变了自己的生态位 改变了自己的生存压力 实际上是让自己周围的环境更压有利于它自己了 因为有了一个蜘蛛网之后 你其实更有利于捕食 是吧 你相对于那些没有蜘蛛网的那些蜘蛛来说 你就更有优势了 包括鸟类的筑巢 是吧 鸟类通过叼来一些那种小树枝啊 或者是草蟹啊 把它把它编成一个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巢穴 这就是生态位建构 很典型的生态位建构 还有我们我们比较熟悉的河犁 是吧 河犁可以把那个把那个木头给啃 把那个树给啃倒 然后把它把它自己堆成一个大坝 来拦住那个某个湖泊里面的水 改变水的流向 其实这也是生态位建构 它让周围的环境更加适用于 它的这个生存和繁衍 那么生态位建构 刚才我想说的是 一般都会让我们觉得 好像生物是有一个目的性的 是有一个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性的 它是为了一个目的才做的 比如说河里是吧 河里它是有 它的目的就是要建一个大坝 它是 它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这个目的来开展 那么 刚才我们讨论的各个例子 同时又告诉我们说 似乎有一些看起来有目的性的一些行为 是吧 你似乎可以用一种纯粹物理化学的方法 来去把它给解释掉 那么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 是吧 最初的问题就是 生物学的解释 能不不还原为物理化学的解释 那么作者提出的一种观点 是叫做谨慎的乐观主义 就是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非要问我 让我在这个问题当中二选一 你是问我说是yes或no的话 他说如果你非要 首先他认为你这个问题 不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 就是你被迫让他来选这个yes或no 而如果你非要让我选的话 那我会选yes 就是说他认为 就是原则上来讲的话 生物这些解释 都是可以还原为物理化学的解释的 但是他这个时候 这个东西只是原则性的 就是说他并没有 首先他并不承认说 现在的所有的生物学的东西 都已经还原成这个物理化学了 他并没有承认这一点 当然同时他也 其实也并不完全确信说 未来这个事情 在实际上一定可以完成 但是他觉得好像原则上 似乎应该没有什么样的阻碍 如果在本体论的意义上 你觉得你承认说 生命体只不过就是 有一些分子原子 其它们相互作用 构成了一个东西的话 所以说并没有什么 在他看来并没有什么 根本性的这个障碍 说你就原则上的是不可能的 不管你的科学怎么发展 你都不可能将生物学的东西 还原成物理化学的 所以说对于任何一个生物学解释 我们都可以就追问说 它可以进一步换原为物理化学的解释吗 对此的话 我刚才提到了 我们实际上是要进一步的区分 静音解释和终极解释的 从物理化学的角度来解释 细菌的驱化作用是如何运行 或者白衣所建造的这个风洞 是如何能够调节环境的 这是一回事 那么去解释如此复杂 而又精巧有序的系统 最初是如何产生的 这个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说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好的是前者 就是我们现在的物理化学的解释 做的比较好的是从这个 静音解释的角度是吧 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生化机制 物理性的这种过程来去解释 某种现象它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比如区化作用 以及这个风洞 它怎么来调节温度 而这些东西 好像我们做的是比较好的 他说做的比较 没有那么好的是后一个问题 是终极解释 就是这些复杂精巧的系统 它是如何演化产生的 我们有一个框架 就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者 所提供的这种建构自然选择的 演化的这种框架 就是有突变 是吧 有变异 然后产生适应度的差异 然后自然选择 然后通过繁殖 把这种自然选择的 带来的这种差异 进一步的保存给下一代 而这种过程 这个框架我们是有了 这个故事的梗概我有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缺少非常非常多的细节 最最最最简单 最最最最直接的问题就是 我们都不知道最初的这个细胞是怎么产生的 就最原始的那个细胞 它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现在也没有在实验室当中 能够真正是吧 完整的这个再现 这个生这个原始细胞 它的它的它的生成 那么 但是作者相信 这样的一些需要填充的细节 它是可以通过物理化学的方式来得到的 而不是要诉诸于那个 康德德说的那个目的性 他说要提供这种完整的解释的话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 我们要必须要考虑到在多层次的系统当中 运行于多个时空尺度上的自组装和自组织的过程 以及各个组成部分的内部结构和属性 本身是如何对系统的动态演化做出响应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 是一个兼具的任务 光你想想光从我们人体来讲是吧 我们有多少个层次 你有原子分子 然后到各种各样的大分子是吧 生物大分子 然后到了细胞 细胞器的层面 然后再到细胞的层面 然后到组织 器官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系统 呼吸系统 循环系统 然后这系统合在一起 又形成了完整的生物个体 光层次就有这么多层次 但每一个层次上 你似乎都可以诉诸一些因果过程 你似乎都可以在多层次上都诉诸一些因果过程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 其实真正的因果过程只是在分子层面 其他所有的那些过程只是 只是随附在你最底层的这个层级上 也有这样的观点 但有很多人认为说 其实在不同的层级上 你都可以讨论因果的 只不过是 你在改变你讨论的这个因果的力度的问题 就是你如何去选择变量的问题 你当你用不同的方式去选择变量的时候 你其实让这个变量的颗粒度更大更小 你其实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都去讨论因果的 那么他们同时都在发生的这样的因果性的过程 都在发生的变化 然后你怎么把这些东西给整合在一起 然后去解释一个整体的现象 其实是非常非常艰巨的任务 那么作者当然也承认了说 虽然他原则上认为是可以还原的 但是他认为确实存在着很多很多的困难 这些可能的困难 一个就是包括这个计算能力的限制 就是我们现在要对这么多层级上的 这么众多数量的生物实体的数据进行计算的话 可能他那个所要求的算力是可能是超越 是天文数字级别的 就他甚至是我们现在最发达的这些 这个超级计算机是吧 都不一定能够完成我们想要 我需要的这样的一些算力 当然有些人说 那以后我们有的这个量子计算机是吧 这个量子计算机发展出来之后 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可能解决 有可能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的话 好像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除了技术性问题以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涉及到我们人的问题 这又回到了康德的那个担忧 就是康德一直就是觉得说 我们人其实管是理性 还是那个判断力这方面 都是有局限性的 就是你是有一定限度的 你不能把自己当成像了一个上帝一样的存在 是吧 我是全知全能的 你是有限度的 所以即使你有了这样足够的计算能力 是吧 你可以汇聚来自于不同尺度的 不同量级的这样的数据 把它们都架到这个计算机中 让它帮你进行运算推导什么 做各种各样的东西 一个问题就是在于 你可能作为人类 你不理解你在干嘛 或者你换句话 你不理解计算机在干嘛 就计算机它做一系列的推导 它可以比如说 你输入了一些树心 它可以推导出这个生物 它会干嘛 推导出这个生物 接下来会怎么演化 推导出里面的这个生化过程 最后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它都能做到 而且你去验证可能都是对的 但是在这种程度中 你似乎并没有理解这个现象 你不知道 就是 当然什么叫做理解 本身是一个哲学问题 有很多哲学家来讨论 就是什么意义上 你叫做你理解了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就是 我们从直觉上来讲的话 确实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是不能够完全理解 计算机在干嘛 包括AlphaGo在和人下棋的时候 它到底是 就是它 就是它除了 当然我们知道 它在进行一系列的运算 但是这个运算 它是在干嘛 是吧 这一系列运算 它合起来在完成一个 什么样的认知上的一个任务 似乎是你很难去理解的 你大概知道说 我知道它是在用一个 多层级的神经网络 然后在做各种各样的计算 你大概只能大概是到这个程度 是吧 你再往下坐 它每一步这个意义是什么 你似乎就很难理解了 这也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在未来 我们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你有很强 巨强的这个计算和预测能力 但是你并不知道 这个结果是怎么产生的 好 那么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 大概就讲到这里 大家看看这一块有什么样的 就这个关于这个怀源 这一块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现在有没有说服你 他做的这些工作 有没有说服你 没有吧 没有 为啥 感觉我还是一个二元的问题 对 是因为他没有 他这些例子当中 其实都没有触及到感觉的 跟感觉相关的一些东西吗 对 然后可能是信念吧 就感觉要是都能还原了 是不是有点太 就是有点太机械论的 那如果你如果是二人的话 你可能就要面临一些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 就是说心灵和物质性的肉体 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一个非物质性的 这个心灵是如何能够驱动 这个物质性的肉体 这是那个什么 笛卡尔和那个什么 那个伊丽莎白那个公主 他们俩不是通信的时候 那个 那个 Elizabeth Princess Elizabeth 给他提了一个问题 就问他说 你如果真的这么接受的话 你如何来回答这种相互作用的问题 他俩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东西 那么一类东西 如何来驱动另一类东西 就是你的心灵如何发挥 如何让你的肉体动起来 是吧 他俩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似乎 似乎这里面你就 又面临了别的问题了 除了你说的这个方案以外 还有一个别的人的方案 就是叫范灵论的方案 范灵论的方案就是说 所有的东西 它或多或少都有心灵 所以就不存在心灵从无到有的问题 就是大家其实一开始都有心灵 连这些东西都有心灵 可能 那么只是不同的东西 它的心灵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那这时候它可能就要避免一个 就是说心灵如何从无到有的一个问题 不过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 我觉得每次想到关于心灵啊意识啊这些问题 总觉得就是能够理解到康德说的那种人类的理性和判断力的这种有限性了 就是你有很多时候你很难设想说这样的一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对 其他同学还有没有相关问题 首先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说把生物学学是还原到物理化学学是基本上的意思就是把木机论还原到机械论 还是还有其他的方面 机械论这个词儿这个这些学学家不太喜欢 因为机械论在我们这个语境下它就有一种非常负面的含义 就说你这个是僵化的呆滞的那种 现在我们更喜欢叫做机智主义 机智主义就是叫做 mechanism mechanism是机智主义 所以如果你用形容词的话就是说 mechanistic mechanistic 就是机智的 然后那个机械的话 可能更多的是mechanical 这个机械的 当然你可能会说你这是换汤不换药是吧 你这是换了个词原来叫机械的 现在变成机智的 好像机智听起来更中性一点是吧 不完全是因为现在它那种机智主义 它心中的机智并不一定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粒子碰撞式的那种机智 就是这个小球碰到那个小球那小球滚起来的 这样它对机智讨论也可能会抽象到一定层次 比如说你的精神 你的精神状态也可能会当作一个机智当中的一部分 来去发挥作用 所以它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去抽象 然后抽象出所谓那个机智性的那个部分是什么 然后部分和部分之间相互作用 它可以 然后它另外它可能也会想说 我不完全是决定认识意义上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一定会导致一个什么 而是一种带有一定的概率性的那种偶然性的部分 把它加入到里面去 所以它这种所谓机智主义的是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 你可以这么来理解是吧 但它本质上并没有改变 本质上改变就是我不诉诸于一些超出物理之外的这种东西 即使我刚才提到了 有的时候我可能会使用到一个精神状态 作为我这个机智当中的一个成分 但是它背后的假设是说 这个精神状态它是由一个物理性的状态实现的 它不是一个脱离物理的一个东西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问的话 我可以说应该是这个意思 虽然我们不喜欢用机械论这个词 但是我觉得根本上来说是这样的 就是要把这种神神秘秘的这种目的性的东西把它给取消掉 就是我完全可以不借用它 或者是说变成一种 就是说如果你即使可以允许你保存这样的一些目的论识的语言 它只是在修辞上面或者在交流方面方便你这样使用 但是我如果你进一步追问的话 它实际上是完全可以自然化的 完全可以用物理化学部分自然化的 就是说它允许你在生物学中说你这个东西的功能是什么 它允许你在生物学说 动物它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它孔雀开屏的时候 是为了吸引这个配偶 是为了繁衍后代产生下一代 你这些语言都可以用 但是它说这些东西其实你都可以用一套自然选择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这样的一种自然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给你还原掉 而不是像康德说的那种 康德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用这种目的性的话 你就没办法理解这些现象了 虽然它在本体论的意义上 它并不承诺说这些生物实体 这些生物系统真的一定有一种目的性 因为康德来说的话 你对物质体它的本质的特征你是没办法直达的 所以它更像是一种说 既然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 虽然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真的有目的性 但是你作为一个人 你要去能够把握它理解它 你就得设想它就是有目的性 按照这种方法去理解去解释 那你才能真正解释它 不然的话它就会觉得 你就会陷入一种非常荒谬的 就是非常迷茫的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它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现在的一个很大的工作 就是要回应康德的这样一种观念 就是说是不是我真的一定要 宿主于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才能够理解生态系统 我可不可以就是不用 不提到任何跟目的性相关的东西 我就可以来解释它 大家先去看还有没有别的相关的问题 我就想问终极解释 就因为人类认知能力的受限 就即使我们可以在直觉上面去认为 终极解释它其实也是可以还原到 更加具体的物理化学过程的 但是呢因为认知能力的受限 我们可能现在或者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不能够把一些比较宏大问题 比如说意识问题还原到 真正细节的物理化学过程上面 就因为我们现在认知能力 可能对于意识的机制 可能还是用一些这样抽象 比如说代理论啊图论啊 这样的更加抽象逻辑来去解释 那这样就还没有更加 还原到很具体的物理化学机制上面 但是呢它我们只要它背后 其实也是能够通过更多的 物理化学机制来去解释 那这样子还能交做一种还原吗 那这不是就是一种还原吗 你只是觉得说自己现在还 只是不知道的不够多 或者是你的能力有限而已 但是你的信念上你觉得说是可以的 那只是一种信念 就是它没有实际做到还原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 就是你要区分一个这个东西实际上被还原了 或者说你认为它能够还原 那么还原论它变成一种观点的话 它一般是表现出一种信念 那种信念 对对对 信念就是你觉得它 当然你这个信念很多时候你要去认证说 为什么你这个信念是合理的 比如说作者做了这很多工作 他就是想要跟你认证说 虽然我们面临了很多困难 但其实他想告诉你是 原来你觉得好像这个解释不了的 其实现在就能解释了 那么进一步它就可以进一步推论说 现在我们觉得现在很难解释的一些问题 是不是再过多少年之后 因为原则上你如果你在本体上接受说 我们就是一些分子原子的话 那似乎再过多少年等你的计算能力上升之后 你似乎也有希望能够解释 所以它是一种 哲学观点的话更像是一种 一种一种信念 但是是一个经过一定辩护的信念 经过一定辩护的信念 其实很多我们所说的这种什么还原论 这种论啊 这种什么主义啊 它更多的很多时候表达的是一种 我想说的那种态度或者信念 或者是一种倾向 而不是说这个东西 它就是像一个事实陈述一样 已经完全可以通过大量的经验证据 来极大程度的确证了 比如说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物理主义 或者是这个本体论还原这个角度 本体论还原就是说生命系统 就是一些分子原子 相互作用构成的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其他的东西 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办法去证明这个点呢 没有办法 你只是有很多证据 让你觉得说这些证据的存在 让你觉得这种观点可能受到更多的支持而已 但是你没有 其实上你没有办法完全消除 刚才这个西九说这个二元论的这种担忧 或者是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泛灵论的它的这种担忧 其实你是通过我们现有的这种经验研究 你没办法彻底把那些东西给消除掉的 它们作为一种哲学观念 你没办法彻底的消除掉的 我请问就是这种信念 那要经过多少辩护才能够得到确证 它没有得到 就是它没办法得到证明 就是它没有得到 我们要区分这个proof 它没办法得到证明 但是它可以得到 我们科学者中经常说 这个confirm confirmation 这个怎么翻译呢 翻译成确证还是翻译成这个 这个怎么翻译 确证是吧 这个翻译成确证 就是说你支持它的程度是可以 是可以有程度之分的 是有程度的 是有degree的 是吧 你证据相关的证据越多 你就可以进一步的确证它 提高它的确证度 是这样 但是这个确证是没有尽头的 就是你一直对它越来越确证 是吧 你越来越 然后你越来越相信它 然后你对它 你觉得它的确证度越来越高 但是你永远没办法达到证明 然后没办法证明 这也就是我们面临任何的这种 经验性论断的一个命运 就是人类的任何这种empirical claim 经验性论断 就是经验就是关于这个世界的 非纯粹形式和逻辑的 数学的这样的一些论断 凡是还有经验内容的 它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命运 就是没办法证明 只能确证 就提高它的确证度 那这时候 就是因为提高的确证度 就即使你认为一个理论相对 一个观点相对别的观点 它的确证度更高 你仍然没有办法把其他的 这个观点给消灭掉 这个策略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会认为说 虽然我现在的确证度比较低 但是通过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当新的证据和经验现象 被我们发现的时候 它这个确证度 可能就会发生调整 会发生变化 你原来确证度非常高的东西 可能到后面 因为新的证据和新的现象 被发现和产生 它那个确证度可能会降低了 那原来那些确证度比较低的 可能又上升了 所以他们之间会 经常会有一种 此起彼伏的这种 这样的一种关系 对 其实现在就是关于 比如说意识的讨论 很多人的 这个认知科学 以及神经科学 它的进展 并没有我们想象 期待的那么大 所以就导致有一些人 就是产生了说 我们要不要把这个二元论 或者是把那个范林论 重新拿出来 溜一溜的这种想法 是吧 就说不定 这个有一些东西 可以给我们带来 一些新的启发 所以是这样的 好 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就是关于刚刚那个 就是刚刚那个儿童的问题 就是我想 就是细化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我感觉我们在说两件不同的事情 第一件呢 就是还是以那个藤为例子吧 第一件事呢 是这个我们观察到 比如说任何一个什么 你观察到的一个生物吧 它有一些现象 比如说它那个 哎呀 这个这个 就是挠这个藤的地方 或者说它那个叫藤之类的 对 然后 这是一种藤 这种藤的话 我觉得我能很容易被说服 说这是一种可以还原为 无理化解释的一种东西 但如果是就是说 我自己的那个 那个藤的感觉 它是不能为还原的 那第一个是啥 第一个是个行动吗 就是你观察到的一些 你不就相当于说 它就本身就是两个都不行吗 就是你那个神经元上的藤 和你感觉上那个藤 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然后我说神经元的那个藤 可以还原 正好实际上没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相信 生物学应该也不研究那个 你自己真的那个 你感觉的那个藤 广义的生物学 可以说认为在研究 比如说你说 你说那些认知科学家 还是神经科学家 他们算不算是生物学家呢 然后广义上 也可以说他们是是吧 但是他们确实有很多人 他们就是在研究 这个意识的问题 是吧 主观感受的问题 藤也是他们要研究的对象 所以这里面 确实有几个不同的层次 一种是那种 你表现出来的那种行动 比如说你觉得 好痛啊 就这样 你说这个东西 算是一个研究的对象 好像也可以研究 是吧 也可以研究 但是这不是他说的那个藤 还有一个藤是指的是 你的这个地方 确实在发炎 就是你那个 你那个神经细胞 它确实是在被刺激 那这个时候 那这是另外一种藤 是吧 第三种就是他说的那种 你的主观感受 似乎前两者都可以用一些东西去解释 是吧 就是第三种是最难的 第三种就是 他的问题就是在于说 你为什么会 就是 即使你把这个东西叫做疼 你为什么你的 就是换句话说 就为什么在你的神经 细胞被刺激在 比如说在发生 这个神经冲动的传导的时候 这个过程当中 你体会到的是这种感觉 而不是那种感觉 他的问题更像是这个样子 对 为什么它是这种 具体的这种感觉 而不是另外一种感觉 换句话说 为什么你不是说 你在吃一个 现在你认为甜的东西的时候 你为什么感觉到 不是那种苦的感觉 而是甜的感觉 老师 不过就真的 有实际的一个科学研究 是研究这个疼的感觉的吗 因为你似乎只能研究你自己 然后你不能 它没有任何公共性 就只能通过报告啊 什么的 然后对应着一些 核磁共振的一些研究啊 什么样的 那不还是前两种的那个 对 所以就很难 很难 不合法的研究 不完全是 你研究自己的 你研究这个感觉 最感觉一种疼 不太合法 也就是说 它会让一些人去做描述 就是 你做一个口头报告 但是这里面也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报告 是不是可信的一个问题 因为 因为这种主观感受 像它最大特点 就是第一人称特点 就是你的感受 只有你知道 别人是没办法知道 然后我要研究你的感受 我只能相信你自己的报告 但是你自己的报告 并不一定是可靠的 这里面就有很多 这就是 就是我没办法直达你的 这个问题 但是人 科学家的一个爱好 就是他就喜欢挑战 这些难的东西 是吧 所以说在意识研究当中 可能会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 一部分科学家 他在做意识研究 他说我要解释意识 但是他解释的并不是 刚才我们提到的 那个难的那个问题 所以说 就有的那个 有个 有个科学学学家 叫查尔默斯 查尔默斯 他区分了一个叫难问题和简单的问题 是吧 就是easy problem和hard problem 他把这个意识的主观感受性的这一部分 称之为这个难问题 他觉得说这个问题是 他也没说是一定解决不了 他就说现在来看就是很难解决 很难解 所谓的意识的简问题 简单的问题就是跟意识的一些功能性相关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他们说意识可能跟注意力有关 注意力就跟你的信息的传导有关 那这些东西都可以讨论是吧 你从那个信息传导的方向去讨论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一旦提到这种感受性的部分 我不是说它在里面发挥了什么因果作用 不是说你这个意识状态发生了一个什么因果作用 而是说这个意识状态内容本身 它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就是为什么我下面的这些分子原子的这些相互作用 就能让我感受到有个红的感觉 这个东西哪里来的呀 好奇怪 为什么在你这种状态之下 你的感觉不是 为什么是一种绿的感觉 为什么你感受的不是绿 而是红 就是或者是这个粉笔盒是吧 为什么我看到这个粉笔盒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黄这种感觉 而不是看到的是蓝的那种感觉 就为什么这种特定的分子的原子的这种状态 它对应产生的是一种黄的感觉 而不是一种绿的感觉 他说这个地方好像你没办法解释 好像 好像就是 被某种神奇的东西所规定的那种感觉 对 如果谁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能得十次诺贝尔角了 好 看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还剩下五分钟 我们可以 再上自习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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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